本土 民主 反共 普朗政治 民生喜悟 myradio.hk 家在海外 深系香港 八川汇聚 四海文集 西方論壇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myradio 和四海文集的聯播節目西方論壇 大家好 我是細聰 我是Ivy 今天是2015年12月10日 這個是myradio的節目 我們2016年之後 都不會再正常和大家見面 但怎樣做呢 一間都會和大家說一下 為何這個是2016年不再見 如果聽上次的節目 就會聽得回 今天就說回答應了和大家說很久的話題 其實在路邊社已經開始答應了 答應了兩年時間 但也未曾有機會說關於溫室效應 或者地球暖化的陰謀論 其實這個所謂的陰謀論 在西方國家已經是主流 其實這個主流不是因為鬼佬蠢 因為溫室效應和地球暖化 都是從西方國家來的 而事實上你在幾年前 尤其是十年前 即是七成八成人是相信主流的那一套 但現在已經有很多地方超過過半數 已經不再接受這套 為何會發生什麼事 今天會深究一下這個問題 我會解釋為何尤其是香港的朋友 會覺得這個看法很傻 因為香港人真的感覺到暖化的情況 我也會提出一下這件事 但今天會主要講一下溫室效應 地球暖化 現在叫做氣候轉變的問題 因為適逢剛剛在巴黎開了氣候轉變大會 有4萬4千個國家領袖 以及部門的頭 去到這個大會 也有很多明星出現 這件事引起了很多 尤其是保守派的批評 因為他說這個世界真正的問題 並不是地球暖化 真正的問題其實是恐怖襲擊 你們剛剛在巴黎 剛剛受完這個恐怖襲擊 明明有一個真正要討論的問題 你們就不討論 每個人都在避避忌忌 在裝模作樣 但一個假的問題 有這麼多錢 用這麼多資源 來攻擊一個 他們會覺得不存在的東西 這樣做是否正確呢 今天就講一下這件事 我們上次宣布最後一次節目 我猜不到是得到人注意的 我真的猜不到 因為有另一個網台節目 用了幾分鐘來談論 我們不做的問題 他也是很忠肯的 他的看法是甚麼呢 其實你不用因為這樣不做 你不就做 沒所謂 原來如此鼓勵性 又不是鼓勵 我又不可以說他鼓勵我 但他說 其實你當成花生這樣說就可以了 你需要這樣嗎 其實情況是怎樣呢 我相信大家在上次節目都可能震驚 為何我真的這麼暗 因為我個人是很天真很傻的 我做這件事的時候 會有期望可以做分別 除了我自己有些個人理由之外 我不是一個可以做花生有的人 因為我經常都批評 亞洲人來到澳洲或者西方國家 我覺得他們很多時候是很自私的 例如說澳洲打仗 或者澳洲危險 你會怎樣呢 撇人 有甚麼就回流回香港 最好拿兩個護照 但我不是這些人 我真的感恩澳洲接受 我真的覺得這是我的家 我真的覺得西方文化有很多好處 它不是完美 但西方文化有很多好處 是需要捍衛的 所以我真的把這個當成家 所以你可以說 我家裡有家事 我是這個家裡的其中一份子 我可以當成花生 老爸又罵媽媽 老爸又打媽媽 你可不可以這樣 如果你不覺得那個是你的家 或者你不覺得這件事是重要的 你就可以這樣 但我不是這樣的人 我亦不是批評你用這個花生的看法是錯的 我最喜歡陶劫 我最喜歡陶劫 其實我之前的節目也有提到 其實我做人這樣是很辛苦 而正常地做人是不應該這樣 但正正因為我做人就是這麼賞心 所以我賞心這個是我個人的個性 我不是說這個好還是不好 其實事實上對我來說健康上是不好的 其實是 我是不應該這麼多事都上身 有很多時候 有些人都會對某些事情是很關心的 或者是有留意某些事情 然後我會問他 其實你跟我的看法一樣 為何我這麼賞心 為何你覺得不是一件事 他就說我都無法做 那有些甚麼 做人最重要是開心 就是這樣 我現在都慢慢開始了解這一種看法 我不知道是否應該變成這樣 我也不知道 但無論如何 我不停做這個節目 其實是對健康不好 而且個人會越來越疑心 所以我可能是要想想 如何調節自己思考的方法 是不是所有事情都要這麼上心 這是我自己個人要提出的個人問題 所以我事實上真的覺得心淡和傷心 但是我心淡和傷心的時候 應該怎樣彰顯呢 應該是欺笑怒罵、欺笑地說了它算 還是好像現在澳洲路邊社 很興奮地說 為何這個世界是這樣的 應該用哪種方法來回應呢 其實我也不知道 如果我是用花生的方法去看 可能我會這樣 但這也不是西方論壇 這就是其他的節目 其實我將路邊社變成西方論壇 其實你也看到節目的轉變去到哪裡 其實西方論壇看的東西是比較大一點 闊一點 整個西方在世界的角色是怎樣 所以我知道事實上我一定要改變自己看東西的方法 我一直這樣灰走才對自己不好 我也覺得對聽眾不好 因為其實你經常聽我這樣說 你也未必開心 所以將來應該怎樣呢 我一定要先休息一下 來調整一下自己 但是 我也相信大家如果聽到節目 我也知道有幾百人聽過節目 我也不想放下就算了 所以我就在Facebook開設西方論壇 我相信可以做的事情 我相信可以做的事情 可能是比我現在正在做的更好 至少大家可以談論 還有我正在做的節目 其實你在網上看的 可能也能幫到你 也可以看到客人 也可以幫到我 這個就是西方論壇 你去Facebook打西方論壇就可以找到 在英文方面 我叫做Asian Conservatives Forum 你打任何一個都可以找到 或者可以更容易 就是Facebook.com slash West Forum 西方論壇 為什麼有三個名字 因為你知道在Facebook 它有群組的名字 但你也有連結 用連結是比較容易的 Facebook.com slash West Forum 我沒想到可以有這個名字 以及以後還會不會做節目呢 看情況 如果我之後會有空開麥克風 我覺得其實也好 起碼不會在這裏 必定要每兩星期做一次 可能之後有什麼大事 我又不用 哎呀現在有件大事 我要等之後兩個星期 因為你知道我們通常很幸運 就是你做完節目那個星期 然後之後就有大屠殺 不是大屠殺 即是有些大新聞 就是剛剛在我做完節目之後 然後之後要等兩個星期 所以我們節目就會放上 我們這個西方論壇 West Forum Asian Conservatives Forum 這個Facebook page上面 以及會上四海文集的連結 好了 今天進入正題之前 想再講多一件事 再講多一件事 就是講美國加州聖貝納迪諾的單槍擊事件 就是射殺了14個人的事件 就有一個槍手和他老婆叫做Sayead Farouk 兩公婆 就是在這個公司Party之後 Christmas Party之後 就殺了她14個同事 這件事之後就證明是一個 是一個伊斯蘭教的極端恐怖襲擊 事實上他們也是 上網看伊斯蘭國的事情 這個Sayead Farouk 其實美國對她很好 這些就是我所說的 他在美國出生 美國長大 即是不感恩的人 他已經在活著美國夢 他做的工作是7萬美元一年 很多錢 很多錢 相等於澳洲十多萬元的工資 甚至他老闆在他上班的時間 你知道他每天祈禱五次肚子 是要允許他祈禱 人們很開放 你知道這兩夫妻有一個嬰兒 這個嬰兒出生的時候 他的同事還幫他開了一個寶寶的派對 應該是要很融派 對 你會覺得他是一個很融派的人 但之後我們開始發現 關於這件事 原來是這樣的 原來通常要問鄰居 我早就知道 胡蘇惑特 插眉插眼 一看就知道他是壞人 通常鄰居就會這樣馬後跑 原來他這群鄰居 都說他是可疑的行為 在這幾個星期內 他的鄰居說 他們晚上工作到很晚 在車房裏面 而且一直收到很多很多包裹 比平時多 原來之後發覺他們有12個炸彈 還有4千多顆子彈 很明顯這群人是值得懷疑 但為何這群鄰居不出聲 為何鄰居不出聲 怕死 原來不是怕死 原來他是怕被人說他種族歧視 怕別人說他種族歧視 所以你可以想像一下 你鄰居是一些伊斯蘭教人 晚上又做好事情 又做好事情 不知道要做些什麼 一雙雙惹到自己家 不知道是什麼 之後你會覺得 是不是有點懷疑呢 然後你就報警 然後警察打開門 原來那些全部不是炸彈 原來他們收取很多禮物 想著聖誕節送給小朋友 做手工 特意把愛心賀卡送給小朋友 你想想如果有這件事發生 媒體的反應會是怎樣 好人當賊 然後 之後 以斯蘭教的這兩夫妻就走出來 我猜不到這個國家 竟然會這麼歧視我 其實我們這樣做 都是為了一些很慘的小朋友 希望他們在聖誕節可以得到開心 但是我們這麼好人 竟然被隔壁 懷疑我們是恐怖分子 這就是代表美國人 是多種族歧視 而我們伊斯蘭教人 是受到多大的迫害 你會不會想到這件事發生 然後之後 究竟是誰派他出來 然後就知道 這個鄰居平時 經常在口黑面黑 經常在掃我們家裡 一定是你 然後媒體就去他家裡 你為什麼要這樣 你是不是歧視 嘩 所以這些鄰居不出聲 我是完全理解的 情有可原 情有可原 因為為什麼呢 我們前幾個星期都講過 關於阿MED的小朋友 即是發明鬧鐘的小朋友 他正確就是做這件事 他就是把假裝是炸彈的設計 帶回學校 惹人懷疑 惹人懷疑 人懷疑他之後 然後就走出來 然後就說很慘 校方欺負我 然後現在要求別人 要賠一千五百萬給他 正確同樣的故事 你會看到和明白 為什麼這些鄰居 明明看到一個 這麼可疑的情況 不出聲 就是因為 現在美國和西方國家 是怕了這個 被人說自己種族歧視的指控 這個字眼 這個字眼多於真的會殺人的人 所以你看看這個世界是多恐怖 所以某程度上來說 其實為什麼 這件事是死14人 其實這個鬧鐘的阿MED小朋友 不可以說他沒有關係 就是因為類似他這些多不勝數的案件 就是令人害怕要舉報 一些值得舉報的人 因為如果你舉報他的時候 人家就會說你種族歧視 然後之後 本身就是為了這個國家的安危而出聲 但是最後 你是會被媒體咬死你的 所以 我完全理解這些鄰居為何是這樣 所以為什麼在西方國家 西方國家 為什麼會被阻交毀滅 就是因為這些事情 不關這些鄰居的 這些鄰居你猜他不想發聲 我相信他們看到懷疑 如果他們不怕他會發聲 但是他們就是怕一些左膠 因為左膠有牙 他們是會出來咬你 像傳媒一樣 又要有吹 又要有 天天在那裡敲門 做新聞 之後說你是種族歧視 又要他們賠錢 所以你會想到這件事 我剛才說過的狀況是很可能的 所以如果你是鄰居 你都未必會發聲 但是如果你是亞洲人就會比較好 所以為什麼我經常說 很多西方要說的話 為什麼要出自我們亞洲人的嘴巴 就是因為我們說的 說服力是比較高的 如果你是白人 我經常說是有一個白人的 即是我們被人說歧視的時候 可以說回頭 如果鏡頭走來指責 你是否舉報人 是呀 是我 怎樣 你問這樣是不是歧視 歧視?歧視得過你? 你叫什麼八國聯骨 你欺負少數民眾 就是鴉片戰爭 你自己可以說 你現在還轉回頭說我歧視 你是亞洲人你可以這樣說 有一個權利 所以我只是有那句說那句 你可以這樣 所以我經常都希望華人可以發聲 多說一些 未必要我們這個節目 但是透過我們西方論壇的Facebook page 希望可以鼓勵大家可以多一些交流 因為其實事實上我們這個節目 我們的交流是很少的 其實自從我開了這個Facebook page 反而跟聽眾一些交流是多了很多 我覺得是好的 希望這是一個好的發展 可以令我們做得更加多 自己又不會那麼辛苦 自己又可以休息一下又可以調節一下 今天就講一下溫室效應和地球暖化 氣候轉變的問題 有很多名字 有很多名字 還有為什麼有這麼多名字都有意思 我今天就… 首先很籠統很 broadly地講一下這件事 然後有幾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就是 為什麼反二氧化碳的行動是不誠實 還有有什麼證明呢 還有為什麼有這麼多人 是不相信地球暖化的 其實如果你是像我這樣 所以在這一代長大 長大的時候 正常地 你是不會懷疑溫室效應地球暖化 你亦都是會相信的 因為學校是這樣教你 所以你是要之後… 教科書就是這樣 他寫得是實拿實恥 所以你是要之後要吸收其他資訊 才可以有個 other point of view 其實就是我小時候 我真的從小到大去到中學 都相信地球暖化這件事 但我去到十年級、十一年級 即是四、四、五 剛開始接收外界的資訊 開始更多上網 這是其中一個開始挑戰我的問題 亦有很多其他 包括種族歧視 好像我們成長的時候 所有教科書都是教你多元文化是好的 但當你資訊越多 好像你聽到我多的節目 你會開始懷疑多元文化是否這麼好 香港人也是 本身都是多元文化是好的 我們包容是好的 但現在你越來越看到 原來不是 所以你見到這個by default教你 和你最後所觀察的是不同 其實哪一種是昇華了呢 不能以為是昇華 其實後者都是錯的 但起碼你有考慮到by default 然後你拒絕它才接受另一種思維 所以我們千萬不要想 接受另一種思維是蠢 因為不相信地球暖化的人 大部分是做了research 你才會有這個思維 否則你根本都無從知道 因為你不會by default覺得溫室效應是錯的 如果你在西方國家長大的話 所以不相信溫室效應這件事 這並不是不讀書的表現 這是有讀書 但也有可能讀書讀得太多 讀懵了你的行為 但你不能說別人一定是很蠢 真的沒有讀書 因為你知道有些人讀書讀得太多 是會讀到別人瘋了 讀死書 這不是讀死書的意思 是有些人讀書讀過了 讀到自己瘋了 這也是有可能的 但你不能說那個人是蠢 因為這個人應該是很聰明的 因為他先有這個default knowledge 每個人都是相信這件事 但之後他開始讀其他書 開始吸收其他知識 但當你吸收太多的時候 可能會瘋 到底不相信溫室效應的人 是讀書讀瘋了 還是讀書讀得太多 是其中一樣 但肯定不會是不讀書那些 所以你長大很多東西 已經潛延密化在你的思維上 在西方國家 其實越來越多人 相信這個溫室效應的問題 其實是一個政府的陰謀 自從開始帶起這個問題之後 澳洲第一次有過半數的人 是不相信溫室效應的 我會解釋什麼是不相信溫室效應 我要說得很小心 其實是不相信人造災難性溫室效應問題的人 我待會再解釋 根據澳洲的CSIRO 即是政府科學部 類似的 有46%的人 只是46%的人 相信人類會造成 人造災難性溫室效應問題 其他54%是什麼 有39%相信氣候轉變正常 有8%相信氣候轉變正常 有7%不知道 什麼叫不知道呢 如果你問一些人 你信不信神 如果他說 我不知道有沒有神 那就是不信 其實他事實上是不信 才這樣說 但是最令我驚訝的是什麼 澳洲一個極左黨 叫做Greens 我以為他們全部都會相信地球暖化 即是那邊的發燒人 你相信不相信有19%的綠黨的人 都不相信 因為Greens這個派對 他們是澳洲極左派 最多都是10%的人支持他們 他們是在環境保護 他們是最左翼的 很多都是學者 研究人員 即是左翼的academics 即是村秘環 經常出街示威 那種人 現在是有19%的投票投Greens 是不相信人造災難性温室效應 不單止是他 有很多很高層的人 例如綠色和平的創辦人Patrick Moore 他都說人造災難性温室效應的問題是假的 所以今天講的節目是一個入門 我希望大家之後再做多些研究 其實這個到某程度上是一個信仰系統 當你信了這件事一大段時間 其實很難放手 當你是越年輕就越容易 所以為什麼我在中學的時候 我知道了這個知識 放開是比較容易的 但其實也很難 因為你現在在信任 其實不是的 你是要一段很長時間的調節時間 所以為什麼你越老 信一個信仰就越難 反而年輕的比較容易 或者大家今天當是貪玩聽 但是真的需要時間消化 我相信 因為我甚至是中學十六七歲的時候 我有整個月因為這件事寫著 因為我幾十歲的時候 有很多圖畫 你看 畫了一些煙通 黑煙 你看黑煙是不好的 黑煙是二氧化 是碳 這些圖畫 到我中學的時候 開始多看一些東西 之後我發覺 原來學校教 明知道有些東西是假的 照教我 我那時候也是這樣覺得很傷心 那時候你應該沒有上學 但是你也要上學 所以我現在長大了 為什麼有這麼多傳義 為什麼有這麼多思考 都是因為我在學校 發覺原來學校 是說了很多謊言騙我 或者不是說謊言 有到半個真正 明明有這件事 是有兩個論點 你說了自己的論點 OK 另外一方面的論點 你也告訴我 但是他們的衰在是什麼 他們不是不說 他們選擇另一邊最差的論點 或者別人沒有說過的 就說別人的論點就是這樣 你說這些人多蠢 然後你說是呀 所以很久之前節目也有說過 西方國家的教育系統 其實都是有洗腦 但是他們洗腦的方法就是 所以是不好的方面灌輸給你 就是不同的 即是他們會把他們自己想推銷那邊 就說我們的看法 聰明人的看法就是這樣 但是有些人 他們覺得是這樣的 之後就用他們最差的論點 甚至是說一些他們從來沒有說過的說話 他們就這樣說 你看這些人多蠢 之後你出來的時候 你就覺得自己很超級 你覺得 原來相信這些人是這麼蠢 你就會變成這樣 我們經常說 我問你 你信不信氣候轉變 即是如果有人在街上問我 你信不信氣候轉變 這樣問我 那我會怎樣回答呢 就這樣問你氣候轉變 你信不信氣候轉變 因為這個是一個很真實的問題 那些人平時做一些討論就是這樣 那如果你問到我這個問題 我不能說沒有 因為為什麼呢 很簡單 因為氣候全世界都知道眾所周知 一定會轉變 因為如果氣候越來越暖 這個有沒有轉變 有 如果越來越冷有沒有轉變 有 有 但是如果十年如一日完全沒有變 有沒有轉變 有 為什麼呢 因為之前不是這樣的 之前又有熱又有動力 現在全部是一樣的 是不是很奇怪 如果無端端 你是沒有了春夏秋冬的 全部都是秋天的 那氣候有沒有轉變 有 所以你這樣說一定是對的 因為氣候不停根本就是轉變 所以如果別人問你 你信不信氣候轉變 所以你是被迫答答 然後明天就出新聞 然後就說 九成九的人相信氣候轉變 你看看都說得對 你明白嗎 什麼 昨天大風一點 今天少點風一點 都是氣候轉變 問題是什麼 當很多人說 我個個都相信氣候轉變 這些 其實這也是倒草人的討論 因為很多人其實是不相信 你所認為是氣候轉變的東西 即是字眼問題 沒錯這個字眼很重要 所以為什麼他們是由地球暖化 變成氣候轉變 因為氣候轉變一定是對 以及這一點 你是無法抗議的 但是他們就偷換了這個概念 他們就將人造災難性溫室效應 以及氣候轉變相等 但其實這一點是不同的 例如你在街上問我 你相不相信人造災難性溫室效應 我就會說不相信 因為什麼叫做人造災難性溫室效應 看National Geographic就知道 就是海水蓋上所有城市 天上有些火掉下來 這就叫做人造災難性溫室效應 但是氣候轉變是什麼 就是有時熱一點有時冷一點有時冰河時期 這個叫做氣候轉變 根據新科學人的雜誌 他們大部分時間都是支持Global warming 但有時有些中肯的 我就讀這個 他說地球有三個設定 例如你的冷氣機有設定 地球有三個設定 一個叫做Green house 即是溫室 溫室就是東熱帶的溫度 在整個地球 包括南北極完全沒有冰 這是地球在千萬年歷史中 其中一個設定 即使沒有人類存在 地球很多次會有溫室的情況 就是南北極沒有冰 即使沒有人存在 這是地球上正常會發生的一件事 這個很重要 第二個設定 就是有時地球會有冰室的情況 我們現在活在冰室的情況 就是在南北極或不同地方 有些冰 但很奇怪 因為有時未必是南北極 可能是東南 東邊有些 南邊有些 有時有些地方有冰 有些地方沒有 這是很難說的 這是在乎地球的弧度 太陽去哪裡 這些很複雜 我都不懂 總之這是另一個設定 第三個設定 就是雪球的情況 就是整個地球全部都結冰 包括地上和海水 全部都是結冰 總之整個東西是雪球 這三個情況 溫室、冰室和雪球的情況 在地球的運作中 都是正常會發生的事情 是 如果是 看看你的信仰是什麼 因為現在這個都很混淆 但很多人都覺得 人類在地球的歷史是非常短的 如果你想想一條一米的尺 可能人類存在在地球的1mm 這是人類所存在的時候 其實在這段時間 這條這麼長的尺 這個二氧化碳的排放 有時高有時低 這是根據很多因素 但有時多有時少 而溫度也是有時高有時低 而這兩件事是完全不接近的 你明白嗎 但到了這條遠尺 到最後的1mm 其中1mm的1百分之1 就是一小部分 就是二氧化碳排放的上升 和溫度的上升一起發生 明白嗎 有一點複雜 我再說一次 這是一米長尺 有時熱有時冷 有時高有時低 二氧化碳排放量 也是有時高有時低 這兩件事是完全沒有關係 即是不是成正比 完全沒有任何比例 當你到了遠尺最後的1mm 這就是人類歷史的1mm 其中一小部分 它在這小部分 溫度有上升 但二氧化碳排放同時上升 但在這麽長的歷史中 是完全沒有關係 你可否因為看這一點 就覺得這兩件事是完全有關係 這是其中一個傳移的問題 我們稍後會再看看 但基本上是甚麼呢 就是這個氣候其實是變幻無常 以及你亦是想不到的 他就說這個雪球時期和冰室時期的分別是甚麼呢 他就說他看了地球的三千萬年歷史 他就說在這三千萬年歷史 你看一個三十cm的規定 即是三十cm的規定 三十cm的規定 這就是三千萬年 在這三十個規定中 只有2.5cm是南北極有冰 另外那二十七點五個規定 南北極沒有冰 我們現在就擔心 哎呀 怕不怕南北極溶化呢 你明白嗎 明白 有條間尺 這條間尺就是三十cm 二十七點五cm 南北極是沒有冰的 即是沒有冰是正常的 我們在活著這二十五個cm 裡面才有南北極有冰 現在開始溶化了 那又是甚麼呢 所以其實現在說的問題 就不是氣候會不會變 大家都知道氣候會變 問題是否人造的災難性全球暖化呢 我們面對最重要的是 要看看這些叫做 氣候改變模式 因為科學家 他們怎樣知道地球是否越來越熱 還是怎樣 其實他們不知道 他們都是用模式 即是好像我們看天氣報告 我們那些天氣報告 都是有模式的 如果前幾天的天氣是這樣的 之後那天就應該是這樣的 如果這個雲層的造型是這樣的 高氣壓低氣壓 之後就應該會這樣 但其實也不准 但是如果你說一百年之後 會發生甚麼事 就更加不准 但是關於溫室效應 為什麼人們會覺得 會有火從天而降 這些災難性的事情 就是他們相信 一件事叫做 The Tipping Point Theory Tipping Point 是什麼 Tipping Point 是什麼 就是好像這個 整斷駱駝背部的稻草一樣 他們會說 有一個位置 當你過了這個位置 就一發不可收拾 這是一個Theory 但沒有東西證明到這個Theory 我當作有隻駱駝背著行李走 每加一件行李 就會走慢一步 按照兩件行李走慢兩步 三件行李走慢三步 四件行李走慢四步 但是它不能無止境地揹著行李 可能到第五百件行李 背部就會斷 但是到底是五百還是六百 還是一千 不知道 但是這個Tipping Point Theory 是其中一種 但是不是所有東西都是Tipping Point 好像如果你是砌積木 你砌一塊積木高1cm 砌兩塊積木高2cm 但你會不會砌第五百個積木 之後它會高1千尺 會不會 就不會 所有東西的產品都不同 但是這些覺得災難性的人 他們認為是一個Tipping Point Theory 就是你去到某一個位置 之後就會一發不可收拾 比喻就是有一個搖搖板 一個搖搖板最高是升到一米高 如果你坐上去 旁邊有肥人坐下 你最高是升一米高 我當作有一個肥仔坐在其中一邊 你每加一塊石頭 它就會升高1cm 你加一塊石頭 它就會升高1cm 但是你去到第100塊的時候 這個就叫做Tipping Point 然後你加第101塊的時候 本身都是每一塊石頭 就高1cm 但是你加第101塊 它就會升到50cm 升到50cm 你明白嗎 這個就是Tipping Point Theory 所以為什麼他們認為天上會有石頭 會有火 會掉下來 就是根據這個理論 他就說 去到某一個位置的時候 就會有一件災難性的情況發生 這件事是根據他們自己做出來的電腦模特兒 來認為這件事會發生 但這算是否假設性 這個絕大是假設性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你看明天的天氣是什麼 他的模特兒是根據之前發生過什麼事 但他這件事是從來沒有發生過的 還有那些數據是哪裡來的 假設的 還有之前的 所以我剛才提到的是什麼呢 就是人類的歷史很短 你根本想不到地球的熱 什麼時候會動 不是一個一年有春夏秋冬的周期那麼簡單 它是一件很複雜的事 就是它的數據 科學家說是有數千個數據 你平時計算一條幾乎的數據 你數據只有一個 你才可以計算 但是它現在說有數千個數據 你為什麼這麼肯定 就鎖死了二氧化碳排放 這件事其實是很奇怪的 也是值得懷疑的 所以現在就講一下有什麼 令到尤其是在西方國家 那麼多人對於科學那麼懷疑 首先其中一件事 就是他們用了一個字眼 之前就講到地球暖化變成氣候轉變 除了你這樣說 給你說完 另外它的用詞其實是很困難的 例如最主要我們好像你剛才也說了碳排放 為什麼叫碳排放 因為當我說碳排放 第一件事就是想去燒烤 黑色的東西叫碳排放 或是汽車排放 也不是汽車排放 汽車如果噴黑煙你才會這樣想 如果說車是排氧化碳 你就立刻想想黑煙 所以它是訓練到你的腦 當你是想碳排放 你其實是在想黑煙和黑色的東西 但你知道其實這件事是錯的 即是它 碳氧化碳是CO2 你沒理由只說C 又不見你說O2 O2就是氧氣 你又不叫它做氧排放 為什麼你選擇叫它做碳排放 不是因為它叫二氧化碳 你最多叫它做二排放 但可能它因為英文所以叫它是CO2 所以你就跟著它做碳排放 但其實根本就不是說碳 而是說CO2 二氧化碳是什麼呢 就是你何氣出來 即你現在說話 即這個沒有顏色 沒有氣味的Gas 這個就是CO2 這個基本上 即是人和動物吃空氣 Oxygen 但植物是專門吃CO2 對它來說是食物 所以如果你在溫室浸 種一些蔬菜 它們最喜歡把CO2 放入溫室 讓它們可以多些營養 所以現在經常做到 這是一個毒氣 例如CO2 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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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人都是這樣說 但是為什麼他會用碳這個字 一目了然很簡單 就是因為你想要想的是黑色 但其實不是 所以你看見他的很多電影 有些黑煙被噴出來 或是在中國拍攝很多啡色的霧 這些不是二氧化碳 這些是煙 而且這些是真的污染物 但這些並不是二氧化碳 但為何他們經常給你們看的圖片 就是要混淆視聽 如果你要拍二氧化碳很簡單 就這樣拍著已經是 是空的 是 colorless 大家可能聽過2009年 有一個Climate Gate 氣候門事件 在 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 的學校 有幾個科學家擺明是造假數據 這是一個Climate Research Unit 這是一個有信譽的研究氣候問題的部門 明顯地在電郵上擺明是造假數據 遮掩一些資料講謊和有陰謀的 以及有計劃地這樣做 其中這些電郵 有些科學家說 頭痛為何在他們的數據上 找不到 global warming 為何沒有呢 應該越來越熱 為何不是越來越熱 正常科學家說 可能模特兒是錯的 你就修正模特兒 但他不是 他們之後就很開心 因為他們之後想到一些方法 如何更改數據 或者選擇一些選擇性的數據 來證明 不是證明 他們就是遮掩的冷凍 就是把這些冷凍 因為他們說 那個位置越來越冷 以及要求一些 其中一些科學家 所以就有這件事發生 另外戈爾之前也出了一套很出名的電影 叫做 An Inconvenient Truth 在澳洲所有學生都要看這套電影 裡面其中有一個叫做Hockey Stick Theory 即是曲棍球棍的理論 曲棍球棍的理論 曲棍球你知道是怎樣的 即是像一個Tick 像Nike的Tick 他就說 本身人類這麼多年 溫度是平的 但之後 在近一百年 就一聲地升上去 即是他有一個圖案 就是打橫一千年 之後就一聲地打直 但之後發覺 原來這個圖案是假的 為什麼呢 他就是故意留下了兩個重要的時期 就是羅馬的溫度時期 中世紀的溫度時期 以及小冰河期 有三個 即是二千年裏面有三個 這個分別在十一世紀和十五十六世紀 本身的圖案是有上下的 即是有熱點有冷點 但他就故意不展示這個 而且始終在這段時間 有高有低 他故意整平 你有沒有經常聽到 那些人說 不相信災難性地球暖化的人 他就說 近這二十年都沒有暖過 經常聽別人這樣說 也有 但另一方 他的反駁是 他就說 今年是最熱的一年 就像香港那樣 其實我在其中一套學是學非看過 黃森榮BB 他就說 不是啊 有些人說在二十年沒有熱過 然後森榮你懂不懂 你看看今年是最熱的 科學家就這樣說 你想想這兩件事有沒有衝突 其實沒有 要想想他那個理論是什麼 他那個理論是一個 Tipping Point的理論 就是說 現在每加一塊 他就會升高一點 但你去到第一百零一塊 他就一聲就升得很高 那個理論是這樣 但其實現在 如果你想想他是怎樣 他一直有上升 由十到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十九 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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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下travic back 那一跟二十 三十 還得到一路上升 但是錢都就要平底了 relatively 二8 花攤是越來越高的 根據如果他的模特兒 其實二哀花攤排放越來越高 他應該一直延大升 21 21 23 20 25 左呢 那一下 impacting 60 如果你回答 捷他的 principle 但是並不是這樣 但是 不是10、11、14、14、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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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然後22、24、26、50、1000 他不是這樣升 現在是10、11、20 然後20.0、20.1、19.8、20.4、19.6 他是這樣變成平了 平均是平的 但是到了20.4那一天 你看看今年是有紀錄地最熱的一年 因為之前是沒有試過20.4那麼熱 但是這個也不配合你的模特兒 因為你的模特兒應該已經達到50度了 所以其實這兩件事 很多時候人們這樣爭論 其實這不是論文 而科學家也知道這件事 他拿這個論文出來跟你爭論 是混淆視聽 他是在騙你 為什麼他騙你呢 這個我就不得而知了 但是總之他本身的論文 就是會越來越熱 去到某一個位置之後就會狂升 但是現在不是 越來越熱 然後之後 雖然我們一直在放二氧化碳 但是現在就平了 雖然說平的 不是說完全平了 即不是每天 你都有高都有低 但是如果你看完整個大勢來說 其實是平的 你不可以在20.3那天說 這一天是全世界最熱 所以就證明我們之前的論文是對的 其實不是 證明他之前的論文是錯的 所以這也是他不誠實之一 這也是其中一個不誠實的 其實很多預測都是失敗的 包括今年2015年 原來在7年前2008年 美國的ABC有一個預測 就是紐約今年已經全部被水淹沒 很明顯沒有 澳洲也建了很多海水化淡廠 現在全部都沒有用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原來不需要 因為之前澳洲有一個叫Tim Flannery 澳洲氣候轉變的顧問 他就說澳洲一定要馬上 建很多海水化淡廠 因為氣候轉變的問題 澳洲是不會再下雨的 但是現在雖然人口多了很多 但是我們的水塘的能力是達到90多% 但是如果你在澳洲 你記得好幾年前 我們又不可以淋花 又不可以洗車 沒錯 而且也令到很多什麼情況發生 因為他說不會下雨 我們不單只建了很多海水化淡廠 也是在一些平地 在布里斯坦的一些平地 平時下雨是有水浸的 但是他說現在也不會下雨 就在那裡蓋房子 之後就在那裡蓋了很多民居 然後上次水浸 水浸就是因為這件事 其實這個根本就是會下雨的地方 但是因為他們說不會下雨 所以在那裡蓋房子 就是這樣 還有之前說過 我們在澳洲很多時候喜歡做back burning 就是會在森林那裡 刻意點火 就是燒那些野草 因為你有空就燒一下 真的有山火的時候就不會太麻煩 但是他們就說不要了 會放得太多炭 所以我們會放得太多二氧發炭 但是他們真的是炭 會放得太多二氧發炭 所以我們就不燃 所以反而令到 山火的時候就燒得越厲害 所以就很麻煩 你也可能聽過 他們很多時候會抹黑一些不相信這個人做溫室效應的人 他們用的字叫climate change denier 就用否認者這個詞語 其實這個說法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首先是無稽 因為首先有誰是否認氣候轉變 都說每個人都承認氣候轉變 所以這個首先是錯的 第二就是什麼呢 可能聽到廣東話也不知道 但在西方國家 一個我們叫做社會不可接受的social taboo 就是這個叫做holocaust denier 如果你是否認猶太人的大屠殺 你就是叫做holocaust denier 而denier這個詞 就是很具體用在這個詞語中 意思是他就是說 如果你不相信climate change 你就好像不相信猶太人被人屠殺 他是用一個同樣的字眼 你明白嗎 這是一個很差很差的詞語 很嚴重的詞語 很嚴重的詞語 而且他也會揿笑一些不相信人 他會說你們很老土 你們一定是很蠢的 這些就是學校教的 不相信那些人是蠢的 他們是沒有讀過書的 是食股不法 就是會這樣教 但好像我剛才開始說 事實上不是 他很多時候就會相等於什麼 就是會說 他會相等於一些不相信災難性人造地球暖化的人 就好像相信地球是平一樣 分別在哪裡呢 就是因為 首先問問你 為什麼你會相信地球是完 你相信地球是完 正常地人也相信地球是完 你為什麼這樣相信 有什麼驅使你相信 學回來 即是你也是聽回來 因為有圖片 有圖有正常 還有原型原隊的地球模特公仔 還有學校也有這個公仔 很難相信是遠 但以前的學校也有一個平的圖畫 但無論如何 我們為什麼相信 直至NASA真的飛上去 在月球裏拍一張照給我們 其實我們都不是完全確定 都不是完全相信 為什麼我們相信 因為這件事是可觀察 所有科學的都是一個可觀察的問題 即是你看到的 那你就相信 但是我現在看到什麼 現在可觀察就是什麼 現在可觀察的 就是你在用的模特兒是錯的 這個是可觀察 你明白嗎 如果一件可觀察的東西 你否認它存在 這個就是可可觀察 但是到底是誰比較相似 相信地球是平的人 誰比較相似 假設地球是圓 是誰更相似 到底是相信人造地球暖化 還是不相信地球暖化的人 我們看看加里略 歷史也是有疑點 但歷史就這樣說 聽說 其實這也不是真的 就是說加里略很聰明 發現原來地球是圓的 因為他計算了很多數 就各認為這件事 但其實他自己也看不到 這是他的理論 但是當時其他人 每個人都在信另一個理論 但是加里略的觀察 與其他人的理論不合 但是所有其他人 因為他在信其他理論 就迫害他 因為他相信的理論是不同的 到底誰比較像加里略呢 我再加多這宗新聞 在2014年 美國有20名科學家聯署簽名 希望如果你是反對 人造災難性溫室效應的人 是要受刑責的 不是吧 真的要坐牢 即是逼你 是不是很奇怪呢 我告訴你這件事在德國已經發生了 在今個月的2號 超級大左膠女魔頭 這個默克萊夫人 她就通過了一個新的法例 就是如果你是不相信 這個叫climate change 你是可以坐牢 直至五年的時間 五年? 我問一下誰比較像加里略呢 你明白嗎 現在的情況就是這樣 每個人都相信 這個叫做温室效應 人造災難性温室效應 但是現在的資料 和你的理論不合 你說這件事出來的時候 別人想說這件事出來的人坐牢 那誰是相信地球是平的人多一點呢 你明白嗎 所以這也是左膠反轉的行為 就好像那些左膠經常都說 反對多元文化的人是納粹主義 這也是反轉的 聽回我之前的節目 現在沒什麼時間了 我看沒什麼時間 但這個很想說 我想說一下 其實在這一年裡 其實在美國很盛行 一個是平地球論 這是一個新的平地球論 你當故事聽吧 其實它是基於什麼 就是通常陰謀論 它的模式是怎樣 就是有一部分東西 很明顯是假的 然後它就提出 因為你這個版本是假的 我們就提出新的理論 他們證明這件事是假的 通常都做得很好 但是它的理論 是不是正確的呢 這就另一回事 因為有很多其他可能性 但是他們這個 首先是基於美國總署NASA 給你那些東西 全部都是假的 有很多是講過很多年 好像阿波羅登陸月球的時候 它的腳印不應該是這樣的 還有為什麼飛船 降落月球的時候 竟然有部機可以拍到 誰放了部機 他離開的時候 為什麼又拍到 誰拿部機走 還有很多這些問題 還有另外 有些東西是馬上可以測試到的 就是我們現在經常看到 地球叫做Blue Marble那張照片 其實只有一張照片 但是為什麼它不拍多些照片 為什麼只有這麼少照片 還有那些雲 發覺原來是Photoshop過的 有很多雲是一樣的 反正分音是一樣的 即是他們會分裂一些出來 即是形狀是一樣的 像在其他地方 你發覺這個位跟這個位是一樣的 還有有些太空人 即是在太空握著 之後跟他們對面說話 即是有些位是看到有D-Wire 拉著衣服 還有有些人懷疑 其實在太空漫遊 其實是在泳池裡面 為什麼呢 因為照片竟然是在太空裡面 有Water Bubble 即是你是有很多疑點 有很多有趣的說法 除非你是相信美國政府 不會說謊欺騙你的 那就可以了 但是美國太空總署的照片 還有一些東西是造假 其實這是很明顯的 但是問題是為什麼他們要造假 它有很多可能性 未必是因為地球是平的 有很多理由 總之我吸收到的是什麼呢 就是你看到的地球圖畫 以及很多其他東西是假的 還有很多科學家都說 其實地球在上面看下來 就不應該是這樣 大家研究一下 但是地球平這個論是很有趣的 因為人們經常說 哥倫比亞證明了地球是圓 因為它在一邊可以去到另一邊 但原來地球是平的 沒有可能 但原來就不是 它的解釋就是什麼 如果你是當地球好像一隻CD 或者一隻DVD 它中間的圈圈的位置 即是有一個細圓圈的位置 那個就是北極 這個北極就是有一大塊磁石 一大塊磁石就在這裡 所以你指南針其實不是指南邊 其實指北邊 指南針就是指北邊 所以你永遠都是指中間這個位置 那你試想一下 如果你是在這隻CD上面的一隻魏 你在這隻CD裡面的其中一個位置 就開始走 然後走一個圈 我當你是一路向東走 你一路向東走 你一路向東走 那你一路向東走的時候 因為你的指南針一直向北邊指 那你就是沿著那個圓圈走的一個圈 所以其實你明白嗎? 你是沿著那個圓圈走一個圈 中間的圓圈走一個圈 即是你用手指 這樣也叫環遊世界 你試試用手指畫一個圓圈 你試試在一隻CD或者DVD上面 隨便畫一個位置 之後就anti-clockwise 然後你跟著中間的圓圈來畫一個圈 這個就是一路向東走 就是這樣 所以其實哥倫比亞是不能證明的 唯一能夠證明地球是不是圓圈的方法 就是如果地球真的是圓圈的 你就不是由東到西 因為東到西是不能證明的 唯一能夠證明的就是南到北 之後可以回到本身的位置 你明白嗎? 我們現在看著地球 你橫行是不能夠證明地球是圓圈的 因為如果地球是平的 這個情況都有可能發生的 唯一能夠證明的方法 就是你從一個位置開始 然後一路向北走 然後回到南 然後回到之前的位置 這樣你就可以證明到 但是很少人做這件事 因為北極和南極很難去 這件事都存疑 但這些就當故事聽就算了 但在美國現在這件事就很盛行 因為基本上我們覺得地球是observable 但事實上證明是甚麼 其實那些相片是假的 但那些相片是假的 他們所收藏的真實到底是甚麼 是否因為地球是平的 是未必的 是有很多其他理由的 有很多其他可能性的 但這是一件有趣的事 這件事我當然不相信 這真是太革命性了 但其實在終日 你相信地球是圓 只是因為人告訴你 但直至如果你有一天 可以自己親自上月球 是可以見到的 你都不可以100%肯定這件事 至少你自己親眼見過 所以你真的要觀察 而事實上告訴你 其實現在觀察到的所有資料 就是跟這些科學家給你的模特兒 背道而馳 他們是conflicting 其實我已經過了時 但我最後也說了一點 很多人說這個二氧化碳是一種 greenhouse gas greenhouse gas是甚麼 就是會吸熱的氣體 因為有些氣體會吸熱 有些氣體就不會吸熱 但你要記住這件事 小時候讀了科學 你就會知道 其實99%我們的空氣 好像有20多 有21%是氧化碳 有78%是氧化碳 其他的氧化碳 只是佔1% 而這個氧化碳 是佔很少的 佔多少 佔100萬分之365 那麼多 所以其實氧化碳 在空氣中佔很少的氧化碳 到底是有甚麼氣體最吸熱呢 因為如果空氣有很多其他氣體可以吸熱 或者有很多其他氣體可以吸熱 你沒理由是最少的 原來水蒸氣 即是水蒸氣是吸熱最多的 即是二氧化碳吸到的 只不過是7% 但這個氧化碳是很小的 即是100萬分之365部分 再才吸到7% 其實是很少很少的 水蒸氣是比二氧化碳超出850% 即是可以吸熱氣的能力 這個你怎樣可以測試到呢 你就很容易可以知道 就是這樣 我平時有一個習慣 就是大便和洗澡一定要分開 如果在廁所裡有去完廁所的臭氣 最好不要之後馬上沖熱水 因為它被困住那些氣 所以同樣一個人是去大便 去一個桑拿房大便比較臭 還是去一間普通的廁所比較臭 那當然是桑拿房 原因是甚麼呢 就是水蒸氣會困住熱力 以及會困住臭氣 所以桑拿房 只是氧氣那時候 或者只是普通的空氣那時候 是不熱的 但你加了水蒸氣那時候 就馬上熱很多 那為甚麼呢 因為水蒸氣是最吸氣的 即是最吸氣的 所以其實這個沒有甚麼關係 而且首先 在地球上的 carbon dioxide 已經這麼少 已經是100萬分之365分 而人造的 carbon dioxide 只不過是100萬分之365分的7% 有93%是天然會出現 有時有高有時低 那根本人所所提供的數量 是微不足到的 但為甚麼他們相信 因為有一個貼心點 即是人所提供的二氧化碳數量 就是一條稻草 你面前有隻駱駝 你不知道現在是在背負多少稻草 你不知道斷背的駱駝點是多少 但你拿著這條稻草 你就很肯定這樣說 你就細神砍完 這樣說 這條稻草 如果放在這隻駱駝裡面 它就會斷背了 但你這兩個 variable 你都不知道是甚麼 所以這是很可憐的 我知道香港很多人說 沒有可能的 一定是有地球暖化 因為我們真的覺得越來越熱 為甚麼香港越來越熱 其實我理由很簡單 因為香港很小 而且人口的密度越來越大 事實上 人口密度真的會導致溫度比較熱 就好像另一間房間 這間房間平時最多五個人 但你只塞三十個人進去 你當然會很熱 這麼多高樓大 但如果這間房間好像一座IFC那麼大 三十個人進去 然後你再加一個 其實事實上會熱 但你不會感覺到 以及不會導致災難性的熱 每個人都會被焗死 是不會有這樣的事 所以 為甚麼香港的情況是這樣 就是因為人口密度比正常地高 所以香港事實上真的熱了 而且因為越來越熱的關係 而且越來越多這些購物中心 以前香港很多街鋪 現在每個人都逼殺購物中心 那些購物中心就要狂開冷氣 你狂開冷氣在街上就越來越熱 因為惡性循環 然後你在街上的熱 你回香港又開冷氣 你回家又開冷氣 你開冷氣的時候 又整個街上越來越熱 所以這是一個惡性循環的問題 香港熱就不代表世界各地是熱的 而事實上 例如在2014年 在世界上很多不同地方 例如美國、加拿大、澳洲 很多日子有記憶的雨和記憶的 很多年中最冷的那一天 還有下雪 亦有很多這些 所以不可以因為香港覺得熱而有這個情況 所以情況就是這樣 也有很多人說 看見很多島開始陸沉 就像荒東升去圖亞圖 他就說這些是太平洋島 開始沉 但他不說的就是什麼 像夏威夷 大家都知道 島嶼是越來越多 根本在地球周期內 有些島越來越多 有些島都會陸沉 科學家在2010年出了一份報紙 他就發現原來在太平洋島 事實上真的有兩成的島是開始陸沉 但有八成是 remain the same or became larger 有些島反而越來越大 例如夏威夷 夏威夷事實上是越來越多 所以很多時候他會選擇一些資料 你看這個地方都在沉 事實上這裡真的在沉 但其他地方在增加越來越多 你又沒有說 而且他們說北極熊開始死亡 而且越來越小企股其實原來都不是 其實是越來越多 另外他在說什麼呢 如果世界越來越熱的時候 就會導致食物產量越來越低 但其實在近年裡食物的產量 尤其是菊和米 在這幾年上升得很厲害 為什麼上升得很厲害呢 我相信其實是跟熱有關係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 如果你要種植物 或者我們住澳洲 我是很討厭做家庭 外邊我沒有種任何花草樹木 但我唯一知道是什麼呢 野草出現的季節是什麼時候 春天和夏天 冬天和秋天是怎樣的 是沒有東西的 所以其實任何的植物 反而在熱的時候 是做得比較好 有很多人都說 如果我們越來越來越熱 很多人就會熱死 而事實上真的有人中暑熱死 但是不知道大家知道嗎 尤其是老人家死得最多的季節是什麼呢 冬天 反而越冷死的人就越多 所以這個情況就是這樣 剛才說了很多的就是什麼 就是很多被你的錯誤 其實有兩邊東西 這個就是其中一邊的說法 大家可以研究一下 但是我希望我們西方論壇的思維就是什麼呢 就是你不要看到別人說你不同意的 或者不相信的 然後就立即打一個反應 就是你蠢的 因為我們很容易是這樣的 這個我也不怪人是這樣的 因為其實學校是這樣教你的 學校是教你一個事實 或者他們認為是一件事實的 之後他們會在教育制度 他們會嘲笑一些不相信的人 就說他們是蠢 就是訓練你離開學校的時候 就有這個行為 所以其實在網上 其實大家都可以有很多資料 可以研究一下這件事 但是也是那句 千萬不要覺得別人是蠢 還有西方國家的人 現在超過過半數的人 對於人造災難性的溫室效應有存疑 還有你看到他們做事的方法 你看到他們中間說這麼多謊言 他們有這麼多東西是明顯地欺騙你的 有這麼多東西是明顯地掩飾的 還要不相信這件事的人 即是科學的 即使地球是平的 即是我不相信地球是平的 但當有一天有人走出來 就說如果有誰相信地球是平的 就要坐牢 如果開始有人這樣說 我就會開始說 咦? There is something to it 因為你不會有這麼多的緊張 是 還有你就算覺得這件事 是多無道理 多蠢蠢也好 科學沒有理由說 有一些你不同意的東西 要別人坐牢 但這些叫做科學家的人 不是歐洲 麥克萊夫人 這些人 這麼尊重科學的人 如果有哪些人是不支持這件事 還有再加一句 其實現在是有一個簽名的運動 有三萬一千個有名有姓的科學家 對於人造災難性溫室效應是不同意的 而且這些科學家是用他們的生計來交換簽署這件事 因為如果你在大學說自己不相信國際溫室效應是會被人烹飪的 這些已經是小事了 我們現在不是說烹飪 我們現在是說要坐牢 坐到五年 所以你看到這麼多這樣的事發生 是不是應該有些傳遺 或者要研究一下 做多些研究 對 或者為什麼人是會這樣說的 即是不只是聽一面的事 要聽全面的事 是的 還有其實 而且我也要分析 大家很多時候 認為自己是看了兩邊 但其實是沒有的 所以這個溫室效應 我小時候早在十五六歲 我就是以為 不信溫室效應那些人當然沒有讀過書 我是這樣想 但之後就發覺不是 原來你是要 你讀了書之後再鑽研 之後才有可能有這樣的思維 如果我在中學就這樣出來 完全沒有想過這件事 我根本就不會這樣想 但不是有些人越鑽研 就會越歪一旁 這個也有可能 所以好像我在節目中一開始所說 這件事有兩個可能性 一個可能性就是 你清醒了 但有些人越看越沉迷 第二就是你讀書 讀傻了 讀懵了 讀壞老 這兩個都有可能性 但你就不要以為人家是蠢 好 這個Maii的節目 我們下次就是我們最後一次節目 希望大家可以上我們的Facebook forum 再講一次地址 就是Facebook.com slash West Forum 如果你想在Facebook搜尋 可以搜尋 Asian Conservatives Forum 或者是西方論壇 都可以找到我們 好 我們下次和大家最後一次再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家在海外 心系香港 百川會聚 四海文集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